陈先生,安倍兴致勃勃地把第一次出访定在了美国,那却遭到了美国的婉言拒绝,外界分析认为,这是美国要敲打安倍,您怎么看? 安倍的热恋遭遇到了奥巴马的冷屁股,是可以预想的,因为他的右倾政见已经触犯了美国的底线,一是修宪,二是俯人历史,三是对东亚局势的摇动,四是对普天间机场搬迁和TPP谈判光硕不练。 奥巴马很忙,日程繁忙,很难安排,这都是外交次令。 美国喜欢怎样的日本政府呢?就是能够让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。 但是安倍的修改宪法是对美国的直接挑战,要推翻老大哥二战以后定下的规矩,这老美当然是不开心了。 如果美国呢,对日本俯人历史的行为呢,开绿灯的话,那么就等于啊,得罪了中国、韩国、菲律宾、新加坡等一大批亚洲国家。 那美国呢,寒贪什么,重返亚洲呢? 一些国家呢,可能容易忘记历史,但是美国社会呢,是不会的。 当安倍啊,高昌国歌军制在的时候,那么会让我们很多的美国人呢,是看成了,这是在为这个法西斯招红。 对于这个高海,嗨,黑特勒,是没什么两样的。 西大利曾说呀,如果日本呢,不承认威安妇,那么总该承认信奴吧? 这呢,就代表普通美国人对日本呢,战争历史的一个态度。 信奴呢,实际上比威安妇呢,是更难听的词。 当然呢,最重要的是,美国很清楚,假若认同了安倍夫人历史的证件,那么美国丢掉的是整个亚洲,丢掉的是亚洲大市场。 美国经济呢,现在面临的挑战,不是希腊式的崩溃,而是日本式的长期滞涨。 这呢,是美国经济学家的一种看法,失去了亚洲市场,美国遇到的麻烦呢,就不是换一届总统,换一个政党的问题了,而是这个国际地位的下降,经济势力的下滑。